對政府能否建議他們具體的怎麼做 因為我比較嫁薄 我去了解一下這個董事發展委員會 他們8月剛開過一個工作會議 聽說是9月初要開這個所謂委員會 就是大委員會 委員會是院長主持的 那我們在公關分享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叫做林俊興委員 很熱心 我問他就開會的結果 他說我們的建議他們有討論 當然詳細我們不知道 他說在大會的時候他們還可以討論 所以我們有什麼建議啊 現在還可以給他 就是給林俊興他們可以放進去 所以是不是啊 林老師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具體的建議 說政府怎麼做這樣子 這個問題 另外關於那個家委的問 就是跟各位報告 等一下我會分享的部分 就是10月20號禮拜天啊 我在東海大學會辦一個 應該比這個規模是10倍大的 起碼10倍大的一個 類似的這樣一個分享會 那麼那個會當中啊 起碼有兩個時段 就講這兩個議題 各位兩位如果可以的話 也一定要去 像剛才這樣做一個報告 然後我想除了報告以外 我希望能夠找一兩位啊 做一個回應啊這樣子 那麼各位兩位啊 你們有沒有能不能推薦一個 是比較好的可以跟你們對話的人 他們談了那麼多啊 你要不要對應要談的是核心的議題是什麼 因為教會提到太多了 你那麼多啊 教會提到那麼多啊 看看如果可以談的是 比較可以談的是哪個議題 這兩個問題請教他 謝謝 好謝謝非常具體的問題 跟等一下再起回應 再請各位在座的來賓們 看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議題 啊 剛剛我們是不是沒有介紹到 劉總席 有介紹的嗎 然後那個啊 那個光影兄 黃光影 黃老師 黃先生 他在那個台江國家公園 他也是我們的贊助者 所以謝謝你 等一下也給你 也要送你一個我們的團 因為你是比較晚來 謝謝你 然後啊 接著請在座各位貴賓看有沒有什麼 兩個問題可以一起 來請教他們兩位 然後他們可以一起回應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接著 是啊 每個人的分享 特別是有關未來的行動 那剛剛陳老師已經稍微談到一些 就是10月21號 等一下他們會談 會會談 就是後續的行動 那到時候也請各位 如果有機會到台中來 一起來聽說還有遊行 還有遊行 所以基本上啊 我們未來會有一些行動 往這個方向走 來我們再來蒐集幾個問題 歡迎各位提出問題來 謝謝 來 來請請請來 歡迎歡迎來請 我欣賞 我到現在為止沒有離開過台灣 是 我在台灣住了61年 沒有離開過台灣 我認為現在很多事情都講 我是那個陸軍創辦人 陸是馬陸 就交通官官知事服務 這方面不是打仗的 就是要用知事服務來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沒有人要 我81年就把這個案子 跟那個孫政教授還打孫帝群嘛 到現在會做了講過50遍 但是沒有什麼用 沒有用我就給隱居嘛 我不給別人爭的 喔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繼續努力 這個陸軍我覺得很好 比國防部更好 謝謝 那接著看看還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議題 如果暫時沒有我們就請兩位 來謝謝 送國良兄 他剛剛沒有介紹過 因為他寫的那個 請請請 國良兄請 沒有沒關係不敢 好謝謝 就再現 來來 就來前面吧 來 國良兄來前面 不敢 謝謝 來 各位再多都是國良老師 還有基本上都是家長 就是師長 那個 我想真的求教指輪老師 他有個重點 我們可以說 私底下跟你們互動一下 就是transition transition sorry zone 這個 因為我基本上 我們所被今天這一次所引導交導的 都是橫向的 那這個東西怎麼樣做transition 那我們能做什麼 尤其是從連接到次團體 甚至有沒有機會擴大到區域組織 我想這是我裁崇老師 一直想要做的 但怎麼樣站在 我們不能站在小巨人的肩膀上 因為就是很日本 因為他們重造的覆轍 那基本上應該是20年 他們的空白石是20年 那我們怎麼樣站在所謂中巨人 韓國 我想剛剛老師還有提了一下 那最重要的是不得已的嘛 我們怎麼樣站在大巨人 就是對他的中國大陸 怎麼樣做一個結盟 那這個我覺得 我想在之前 還會出發之前 提了一些良善的建議 大家可能都會看到 那回來以後參與第一次 所以我還不得那個 那另外一個 那個子倫老師 或許黃老師也可以 因為有關那個所謂的 某一個針對後面 Generations的被可能就 crossed out 那怎麼樣 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確實也能已經做到 breeding breed oh bleeding 我想我們一直在教導 我們下一代 這個不是學術 但事實上我們也在做 如果有任何的 不言之妥的地方 麻煩多包涵 那另外最後老師 那個 那個同心緣 我們又談到保護傘 那基本上是向不下 絕對是向不下 那子倫老師你問哪一位神經可以引導 那如果向上會是怎麼樣 那反過來說 那umbrilla不進來一定要向不下 沒有人希望一直在保護傘裡面 那如果我們向上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會向善 是我們也在向善 那另外一個同心緣理論裡面 這是一個同心緣 向內是怎麼樣 那我們有沒有機會 異心緣 我們向外 這個我想都是 邀請各位在座司長 做引導 謝謝 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暫時沒有 我們請那個子倫老師跟家瑋 一起來 針對剛剛非常建設性的問題 來做一些回憶 那當然如果有機會 我們變成一個表 就交給我們國家有聚會 至少是那一條管道 那 陳老師請 謝謝在座各位剛剛先進 我想我的回憶很快 其實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想就 就按照陳老師的建議 盡快會整一些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部分 或是今天大家等一下有相關的建議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會整 然後把這個部分提出來 不過我知道的是 永續會那個部分的改革 就我的理解 現在還混沌不明 現在還有很多 到底誰要來做秘書處 比如說現在 目前 永續會是在黃毛鼠做秘書處 那之後如果 檢考會跟這個 基建委合併 變成國家發展委員會以後 到底這個秘書處是繼續 以後移到 比如說環境資源部 還是說 國發展委員會裡面的 這個氣候變遷 跟這個永續發展組 這個組來做 這裡面其實好像還有一些討論 那這只是一種方案 到底是秘書處 但是整個架構是不是 看起來沒變 如果還是只是院長主持 那只是到時候 是不是變成 應期開會等等 可能還有一些可以在 討論的方式 那另外一個 我知道他現在是把氣候變遷 只是變成其中一個組 那裡面這些組的這些改革 可能也是一個其他 現在目前是 18大項再加上另外一個 氣候變遷進來 裡面怎麼來做改革 還有剛剛提報告的這個 呃 綠色經濟 我知道那個陳東院長 他也希望把這個納進來 所以這裡面整個整個組織改革 還有跟現在氣候變遷 整個大的框架調適 整個大的部分 整個這幾個部分 怎麼樣做 整個比較好處 可能都是現在 這個新的方式 因為每個部分都在 調遷帶也希望說 拉到最高層級 氣候變遷也希望拉到更高層級 那這裡面 減填減碳 現在有減填減碳會 在行政院的成績 所以現在有齊齊好幾個組織在拉扯 那我盡量看 如果大家這邊有一些想法 可以做一些部分的匯整 那剛剛宋先生提的這部分 可能很難提 但是我覺得是 事實上是 我覺得這是目前 我看到目前 我剛剛提到那個 High Emissioner 的這個概念 其實這個地方 其實在1987的那個 Future Generation的概念 提出來之後 其實就一直有 只是說這個部分的 所謂的代表 在政治學上 其實有很多的討論 像我們所謂的 這種部分區代表 原來的概念 就是這種所謂 跨的這種代表 所以它並不是不行 在現在的利益代表裡面 就是這種部分區 它希望是一種 跨利益的這種 不被特定區域或這種 所以我們事實上 是可以有跨世代部分 去代表一個概念進來 其實現實上 事實上不是不可能 只是說 這個部分 可能更具體是 它變成是永續的 或是其他這種新的概念 而不是原來被這種政黨 或其他的這種方式 所以事實上 現有的選舉制度上 已經有在操作 只是我們概念上 怎麼把這個永續的部分 可以更突顯 或許可以來突顯 這個世代代代表的 這個發生的部分 好 我先初步做一些回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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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回應一下 剛才陳老師提的部分 我想再講 綠色經濟這一塊的話 我們覺得 最要對話的對象其實是 第一個的話 就是國內掌握 綠色經濟論述的 那些學者軟腳 所以因為 國內在談綠色經濟的話 我想大部分都是 像由中經院的溫力奇博士 然後我有看過他 就是在經濟部外面 得到的 國外綠色經濟的資訊 都是從他那邊得來的 但是因為他談的綠色經濟 都比較熟悉 只有講說 就是 這是聯合國體系的綠色經濟 或者是講說 綠色成長而已 而不是我們剛才提到 一些原則部分 是沒有被拿進來 我認為說原則 像我們剛才講的 綠色經濟聯盟 這方面的原 這幾個原則 都是我們在台灣 很適合去把它 在意出來 去跟大家說明的 而且我剛剛提出來 提出來一點是 綠色經濟聯盟 他們在做這個原則的倡議的時候 他們跟很多的厲害相關方 他們做了很多對話 做了很多對話 然後我們在禮樂的時候 我們就去參加他們辦的活動 那個不在組會上 他在大學裡面辦的那個會議 然後他們說 大家就在討論說 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他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叫做負面表列 就是說 你哪些東西看起來 像是綠色經濟的 但是其實不符合我們這個原則的 他就把它放掉 就不是綠色經濟 而我們講的太陽人產業發展 如果我們沒有在要求太陽人產業 比較符合一些有去原則的話 他可能都沒有辦法達成這個 預設的要求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可以 我們都可以做成一個 非常明確的一些倡議的要求 我們有特別的 郭靖兄請 不敢 那個 那個 嘉偉 嘉偉 那個 Garity ECO 您覺得 外面所倡議的 或是誠意過高的 我們怎麼樣把它成 Solidarity Economic 同時也能做到 Echo-friendly 或 Echo-environment 因為ECO 這個東西看我們自己怎麼做 所以請給您參考 怎麼樣麻煩你 謝謝 我覺得 但這部分的話就是要 進到 進到市場國際 而進到市場國際 裡面最重要的一個信用 就是把準則定出來 把準則定出來 把準則定出來 然後把價格反映出來 就是我當然不相信 我當然本身是不相信說 你把外部成本那部畫作 就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那覺得是第一步 那覺得是第一步 你把自然資源 生態系統的價值 你把它量化出來 不見得 不見得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他覺得是第一步 就像是 我們在談 像我們在談 國王史話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不談 不談的話 我們就不知道說 到底大神的師弟 對我們台灣來講 是多麼重要的 他到底可以跟 王史話的權衡 權衛合 這些東西都是應該要先 都是應該要先 都是應該要可以現做 現做的 就是剛才回應他以前 提了一句話 謝謝 那個 李翁展 他也是我們的團員 現在是不是要準備 來幫我們收拾 幫我們收拾收拾 對不對 沒關係歡迎 李翁展來了 他是中華民國社區 理事長也是我們的社區團員 來請 那麼 我們接著是開始分享 所以我們是不是 謝謝 我們兩位的未來 還有更長的時間 可以做論述 我們就 謝謝子倫跟家瑋的報告 謝謝他們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那個曼莉 做第二部的主持 就是各個團體的分享 大概就是八分鐘左右 那請各位來 一起來 我們歡迎曼莉 好謝謝 謝謝